世界杯讲古 不只说历史 也讲故事 莫特萨克走进了德国国家队的训练场 这是他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在身旁还站着像胡特这样的年轻球员 把这些年轻球员挑选进国家队的主教练 是克林斯曼 这是克林斯曼第一次指教国家队 欢迎收看世界杯讲古 我是孙雷 在2006年的世界杯上 德国队最终获得了季军 这段故事呢 德迷们肯定是耳熟能详了 任期两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克林斯曼使用了很多的年轻球员 大家也都很清楚 但是使用年轻球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这条道路上 克林斯曼要抵抗很多的压力 包括外界甚至是自己人的抗议 2004年的欧洲杯过后 克林斯曼接手德国队 当时德国队在刚刚结束的欧洲杯上 小组赛就遭到淘汰 与此同时 这支德国队的平均年龄是27岁 而小组在首场首发的11人当中 5个人都超过了30岁 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克林斯曼就开始挑选新人 刚满20岁的胡特和莫特萨克 先后进入了国家队 克林斯曼换血的重点是中卫的位置 在此之前 德国队的主力中尉诺乌特尼和乌恩斯 都已经年过30岁 在当时胡特在切尔西效力 英超登场不足20次 而莫特萨克也才刚刚成为了 汉诺威的主力 也仅仅有20场得甲经验而已 几个月前 莫特萨克还在比赛之余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而备战德国的高考 2004年的10月 在和伊朗队的热身赛上 克林斯曼就在中卫的位置上 开始做实验了 胡特首发登场 下半场的尾声 莫特萨克则替下了乌恩斯 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 而在此之后 莫特萨克就一举成为了 德国队的绝对主力 对于一位有着13年 裹脚生涯的球员来说 乌恩斯对自己在球队当中的地位 开始不满 在2005年 他并没有入选联合会杯的大名单 而之后 他也落选了10月份球队的集训名单 对此 乌恩斯在媒体上公开表达了 对克林斯曼的不满 但是这样的表达 并没有换来他在国家队的地位 而是永久地离开了国家队的大名单 除了来自于国家队老将的压力 克林斯曼还要面对来自于媒体的压力 2005年联合会杯的半决赛上 德国队面对巴西队 莫特萨克搭档胡特出现在了首发中位的位置上 但是因为两人防守时的一次不默契 德国队丢掉了重要的一球 以2比3不敌巴西 就此错过了晋级决赛的机会 随后和斯洛伐克的热身赛上 莫特萨克一次鲁莽的犯规送给对方点球 德国队也以0比2输给了这个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 在这场比赛的赛后 莫特萨克说 这是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一场比赛 重用的年轻人出现了状态上的波动 克林斯曼自然也成为了媒体指责的对象 然而面对这一切 克林斯曼不仅没有改变用人策略 反而又招入了杨森 奥东克尔等年轻球员 变本加厉地贯彻自己的理念 与此同时 21岁的施维尹斯泰格和20岁的波多尔斯基 都已经悄然成为了球队的核心球员 终于 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 莫特萨克在前6场比赛当中全部首发打满 波多尔斯基打进3球 荣英世界杯最佳新人 施维尹斯泰格也在7次登场当中 6次获得首发位置 而德国队则获得了荡届世界杯的季军 在经历了两年前欧洲杯小组未能出现的低谷之后 重新拿到了体面的成绩 克林斯曼在德国国家队的率位任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 也许为了成绩考虑 他可以选择那些年龄更为合适的球员 但是他仍然坚持让这些更年轻 在他看来更有天赋的球员 很早地进入到了舞台的中央 这也为后来德国队在2014年拿下世界杯冠军 打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到底是情怀所致 还是眼光独到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就是克林斯曼在使用年轻球员上的执拗和自己的想法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世界杯讲股 我是孙磊 我们下期再见 在2006年世界杯之后 德国队中的新人继续涌现 阿尔瓦穆勒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娱乐精神是怎么养成的 下期的世界杯讲股 我们说说穆勒的故事